City 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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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加油啊 知道嗎 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nis 大家一年之後又看到我這個戴眼鏡沒有化妝的樣子 如果大家有看我IG或Facebook都知道我老公的工作關係 我們就要移居新加坡 所以我們現在就on the way 去Frankfork Airport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後的一堆行李 還有我們的小王子 我們的貓貓 因為他是我們的家人 所以一定要帶他 我們的機器是下午2時45分 由我們家出發去Frankfurt Diction 其實需要駕駛大約3小時的車程 所以我們今早9時便出發 現在駕駛大約2小時左右 還有1小時左右便會到Frankfurt Airport 我們今次是乘泰航 會經Bangkot轉機去新加坡 貓貓就不能跟上飛機 如果是乘坐Lufthansa 漢沙直航的話 它是可以上飛機的 但公司就安排了我們乘泰航 所以貓仔也是要寄倉的 今次我就沒有很詳細地告訴大家 從德國去新加坡貓貓 要處理什麼手續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PM我 我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多些資訊 新加坡其實我們 我去旅行 或者之前跟我老公去工作 其實都去過很多次 但說真的要住在新加坡 今次就是第一次在那裡長住 所以其實我來了德國才是剛剛一年 屁股都沒有坐亂 即是剛剛坐亂 現在又要去新加坡 再重新適應一個新的環境 不過我都相信新加坡和香港 其實是很相似 所以應該對比起 在適應德國的新生活 適應新加坡一個亞洲模式的生活 應該相對地可能是簡單一點的 在我老公公司幫我們訂機票的時候 我就很巧妙地發現 今天是正確今天 上年的今天 我是由香港坐飛機來德國的 即是在這一天離境 都很巧合地 我在一年後的同一天 我今天就離開德國了 所以這樣數數手指一計 其實我是整整365日生活在德國 都累積了很多不同的生活體驗 體驗了很多不同的文化 學習了一種新的語言 之前我也有在Facebook IG Post說過 個人更加獨立 很多事情 第一次嘗試 第一次去面對 現在同樣地又要再去面對一個新的環境 希望都會一切順利 現在是下午的1點 我們就來到Check-in Counter 發現機場很多人都沒有戴口罩 因為現在德國在室內都已經不需要戴口罩 現在我們就已經寄了小貓 我們就在討論 我們這隻貓會不會是唯一隻動物 所以你覺得他今天是唯一隻狗 我們就估計希望他是唯一隻貓 他不會太緊張 因為上次飛來德國 我老公說是有兩隻大狗跟他在一起 可能當時他更害怕 因為聞到狗的味道 我們現在就走進去入閘了 在機場是不需要戴口罩的 很多人都沒有戴口罩 但是也看到不算很熱鬧 有些店舖都關門了 可以在這裡 好漂亮 好漂亮 那好漂亮 那巡禮呢 都跟大家介紹一下太行Long Horus的梳洗包 他的袋子是用Lacouse的 也挺正的 那裡面就有牙膏牙刷 手霜 一枝潤唇膏 一枝瘦口水 和一把梳 我老公突然說要表演給大家看看 如何戴著口罩吃花心和 踏得太寒當然想認識泰國食物 空姐給我的食物選擇是雞飯 我又很大膽地問她有沒有啤酒 她又說有 所以我們有煮沙門沙拉 幾塊芝士 和香辣肉碎飯 可惜這個啤酒是有點失色 不夠香和不夠辣 所以我是有點失望 吃完飯後都飛了差不多兩小時 大家可以看到 和平時由歐洲飛到亞洲有少許分別 因為俄羅斯和烏克蘭打仗的關係 所以大家也看到 飛機避開了 烏克蘭暫時比較敏感的區域 是經過黑洞飛到亞洲 我們的飛機時間 大概是10小時20分鐘左右 現在已經過了大概5小時 吃完東西 看了兩齣電影 但完全不能睡覺 因為我們的飛機 在德國下午時間2時45分起飛 基本上是德國的日休息 所以完全睡不著 眨眼呢 現在到了德國時間晚上的12點 都快到了Bangg 所以我們就服了早餐 但完全吃不下 因為現在開始很睏 早安啦 我們來到曼谷 現在就要等一個半小時轉機 來到曼谷的第一件事 是要找回泰國杯麵吃一下 太重要了 我已經吃了一些類似泰式沙律的物體 雖然現在只是早上的6點55分 現在你已經上了第二班機了 再坐2個小時就會到新加坡了 很懷念那種 一來到泰國 人們一看到我 就會跟我說泰文的這種感覺 剛剛上機 空姐也是用泰文問我想喝什麼 從曼谷飛新加坡這2個小時 我們兩個都睡得住 那終於呢 現在飛機就降落 我們就正式到達 新加坡張宜國際機場 不知道貓貓呢 經過由Francfort 10個小時去到Banggok 再經過一小時途轉機 不知道它現在是怎樣 我想快點快點可以看到 我們這隻貓 那現在進境新加坡呢 只要你打齊兩針 新加坡政府認可的疫苗 其實是不需要隔離的 不過Immigration Counter 就比以前需要排隊的時間久了 因為可能入境的時候 關員都要檢查比較多的文件 譬如你打針的紀錄 又或者好像我們這樣 是拿工作簽證的批准信IPA 他都要檢查相關的文件 那這裡呢 就是我們會暫住一個月的Service Apartment 那為什麼我們會先住Service Apartment 因為我自己覺得上網看樓 遙距看樓這件事實在太不可信了 我也是覺得要親身自己去找房子 要親身看過間隔 有沒有什麼漏上問題 我才放心去簽一連約去租房子 我在找Service Apartment的時候 都有一些難度 因為首先我們有隻貓 一定要找Pet Friendly的Service Apartment 另外就是 很多大環境的因素 令到很多外國人 或者香港人都移居來新加坡 現在一個租務市場 甚至Service Apartment的市場 競爭都很激烈 是很難找屋 而且很貴的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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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次大隻貓 由德國來新加坡 我們有加入一個 在新加坡的Pet Relocation Agent 所以當我們下機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回到Service Apartment Agent 就會幫我們手 去收拾我們的貓 以及處理相關的文件 檢查等等的事項 之後就把貓貓送到我們手上 現在這隻貓 還有一點緊張 他就花了一點時間 要去適應這個新環境 我在德國的時候 都已經預先上網 找了一間 新加坡的寵物用品公司 網路購入了一些 最基本的物資 例如 貓廁所 貓沙 食物 食碗 水碗 都送了來Service Apartment 我們也不需要太頻繁 一下機就出去買這些物資 現在大概就是下午的六點半 因為今早我們是 早上11點15分 在新加坡 由於時差的關係 我們也睡了一個硬腳 現在呢 就起來出去 找食物 其實新加坡的CBD Area 和Touristy Area 其實我們也很熟 因為之前都來過很多次 所以我們現在就走去Suntet City 吃拉麵 之後呢 我們就去了Hachilin 喝了兩杯Craft Beer 去end our first day in Singapore 那我現在呢 就移居了新加坡 希望大家都會繼續支持我的頻道 我會繼續和大家分享我在新加坡的生活 下次見